好 下面我们就开始第一个话题 拜登时代落幕 中国赶超美国或已成炮影 美国总统拜登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 发表激情演说 他在总结自己四年执政成就时候说 我就职时的流行观点是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 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 拜登总统就职之初 习近平躊躇满志 提出东升西降理论 当时国际舆论谈论的 不是中国能否赶超美国 而是何时赶超的问题 普遍的预测认为 这将在大约十年之内发生 短短四年过去 美中博弈局面发生了巨变 现在国际政经观察人士 普遍认为 中国成为全球经济霸主的可能性 将严重推迟 甚至永远不会实现 那么中国崛起进程是否已经见顶 共产党大国为何突然盛极而衰 拜登政府在阻止中国赶超美国的过程中 发挥了什么作用呢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 夏教授您好 夏教授的连线 现在有一点问题 一会儿我们把夏教授接到我们节目上来 好 另外一位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王君涛 王博士您好 许波先生好 夏明教授好 大家好 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踊跃参加讨论 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 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 我们看到拜登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 发表了外界所说的 叫激情四射的这个交棒告别演说 基本上标志着拜登时代的结束 其中他下面这句话 留给媒体和外界深刻的印象 他说 我就职时的流行观点是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超越美国 你们注意到没有 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 我首先来请教纽约夏明教授 您怎么看拜登的这句话 他说的是不是实情呢 好 夏明教授现在连线 和我们出现一点故障 我先跟王君涛博士请教 这个2021年拜登入主白宫之初 我们就看到美国当时是 深受疫情重创 这个中国的动态清零 却如火如荼 其后不久 习近平就躊躇满志地 提出了东升西降的理论 记得拜登总统当时呢 在一次讲话中说 民主体制在全球遇到挫折 专制体制呢 在世界范围内大步前行 我来请教纽约王君涛博士 有人说现在今非昔比了 民主与局权的这个力量对比 发生了根本的逆转 那么王博士您对此有什么话 有什么感触呢 对 其实我还是感慨非常大的 当然了就是因为呢 我和夏教授呢都做过政治学的 都是在做政治学研究 那么在世界范围内比较看呢 2023年自由之家的报告也在说 现在看来民主的在全球范围内的 这种这次的衰落呢 已经见底了 就是现在可能在形势在好转 不过呢我们在中文圈中 或者中国人的圈中 更多感受到这两条 就是说在拜登总统讲 在这个他上台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他保证呢不让中国在他任期内 超过美国 那你听到这个话其实有很大的保留 但是呢今天当他说 现在已经嫌疑人在谈中共 必然会超过美国时候呢 就确实这个事情发生了逆转 至少在我们中国人感受范围内 其实两件事 我觉得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一件就是呢 当时当人们说 中共的民主在衰退的时候 看到的是 在各自国内情况呢 好像习近平在领导的抗议 正在取得一个伟大的胜利 按照他的吹嘘 那么其实不仅是中国国内的 好多人在这样的感受 而且呢 在美国的许多华人也纷纷开始 进各种可能想回到中国去 开始对美国的信心动摇 另一方面呢 这个专制势力在全球范围内 对美国的领导的国际制度进行挑战 当然中共是最大的一个挑战者 并且但是还有2022年 俄乌战争的发生 那么一度认为呢 俄罗斯可以横扫乌克兰 解决乌克兰 那我们也知道 其实俄罗斯能打这场战争 至少打一场持久战 没有中共的这种支持是不可能的 所以呢 但是呢 这两个情况确实在拜登总统人期内 开始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看到呢 在2022年当11月份 白纸革命在中国兴起的时候 而美国已经全面放开的时候 可以说这场抗议斗争 在两国人民看来 那美国胜了 中国败了 中国或者专制体制败了 民主和自由的体制 法治的体制 专业的这种体制胜利了 所以我们知道 习近平是胡来的一个人 所以成也罢 败也罢 那大家都是归结为了个人独裁 那么这是给中国人印象很深刻 现在大量中国人想到美国来 来不了 我觉得中国人的走线 是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据表明 人民在用脚投票 抛弃一个失败者 和选择一个投奔一个胜利者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们都能感受到这个变化 还有就是你看到 俄乌战争也是 由于拜登总统 还有西方国家 对乌克兰的坚定的支持 乌克兰不但稳住了战线 而且已经在两次开始发动反击 现在战争已经推到了俄罗斯境内 现在人们都已经 不光是不再谈说 共产党的中国专制中国 能不能超过美国 而且也在有嫌有人在谈 一个专制的俄罗斯 能不能打败乌克兰了 在谈这个问题 现在也谈的很少了 就是说人们说 俄罗斯一定必然会打败乌克兰 就是实现普京的两个愿望 一个就是建立一个亲俄的政权 把这个反俄的政权给推翻 第二个呢 就是让乌克兰去军事化 那么使得成为俄罗斯的军事附庸 这两个目标 现在普京自己都已经不提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中国人的圈中 可以明显感到 那么民主这种成功 我当然很非常感触对这个 那么现在夏明教授呢 这个连线还是没有揭好 那么我来继续请教王君涛博士 这个我们看到昨天呢 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呢 他说这样的话 就是说我刚上台的时候 人们不可避免的 就是说外界的观点 流行的观点是 中国将不可避免的超越美国 但是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 那么我来请教王博士啊 当时的确呢 这个世界主流政治经济观点 都认为呢 中国似乎超越美国呢 似乎是指日可待的一个问题 那么现在的确没有人这样说了吗 您研究政治学 王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拜登说的是不是实情呢 我觉得拜登总统说的是实情 但是呢 这个说法呢 也有些表面化 就是说 其实就是在中共 就是好像如日中天的时候 美国比如为国内的很多问题 而焦虑不安的时候 但实际上我觉得 我们这些追求民主自由的 中国人心里很清楚 中共实际上是金玉其外 败叙其中 实际上它内部的危机重重 问题重重 这个许伯先生呢 你也长期的在美国之音 追踪中国的报道 你知道内部的问题非常多 只不过是中共现在 暂时还控制着这 特别是习近平上来之后 这个我们都认为 中共的转折点 实际上 我往早点说是08年奥运会 那么再往后一点 就是习近平上台之后 倒行 你是人家说的总加速师 中国人追求进步的人 有独立思想人 普遍认为 习近平上台之后呢 中共是在走向一条衰败的道路 但是外部观察 好像它很强大 所以好像它的指标还在上升 但是你研究经济发展 你就发现 中共当时的指标 从两位数 习近平上台的两位数 掉到了8% 7% 5% 他现在保5% 都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候的 其实这个速度的 按趋势上来说 超美不太可能 但是呢 因为这个 今天来看的话 已经人家都知道 整体上 中国的在从统计数字上 想超过美国 这个困难已经是非常大了 那么基本上 没人再谈这个问题 但另一方面呢 习近平也在这个过程中间 他想实现弯道超折 集中他的举国之力 想让一批 已经成熟的科学技术 再转化为成果上 能够在中国落地 因为我们知道这些技术 现在人类大概有几十项技术吧 包括光伏技术 电动车呀 还有像能源啦 等等这些 这还有这个像生物啊 还有材料技术革命 这些呢 在全世界来说呢 实际上都是在西方发明的 但是这些呢 在美国 在西方国家落地 在财政上也有困难 那么这个时候呢 习近平是想呢 让他在中国落地 这些呢 在费加罗报呢 法国费加罗报 当时他不是很 他不是个专业报纸 但他列举了 大概澳大利亚人的 四项研究 三十七项 中国现在领先地位 那就是说 但是这个东西的领先啊 就像说硅谷的经济再好 美国的经济不能说好 所以为什么美国有经济问题的时候 美国总统在疫情中 旧的老百姓 旧的是微小企业 而中共呢 习近平不一样 他相反呢 他勒紧裤带子 想去在深圳的高科技开发区 在像苏州工业园林区 在那打砸重钱 想再实现弯道烧车 那么这就有点像老毛啊 过去超英赶美 就是搞重工业化 搞大跃进似的 他肯定将来一败涂地 但是短期内 他也许会有一些成效 在这个高科技产品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 在大的宏观方面 没有人说中国能超过美国 但是在一个比较窄的一些 比如新技术产品落地上 比如在电动车呀 光伏产品呀 还有新能源呀等等 那我们可以让西方国家 普遍感到了中国压力 而且怎么在讨论 怎么应对这个压力 就是因为中国用举国体制 包括这种高额的补贴 对外国的倾销这样一种方式 违背国际贸易规则这种方式 这些呢 你可以说呢 这个习近平 我觉得他这个脑子呀 有问题就是说 这个国家经济 其实在比较下 我觉得李克强的思路 有点像西方国家的思路 就是国家经济有问题的时候呢 应当去救 就保就业 保民生 保基本级预行牌 但是习近平呢 去砸那个高科技 这就像老毛 50年代后期搞大跃进 到重工业化 最后这个国家经济 就要被拖垮了 好的 那么的确 现在看起来是这样啊 就是外行呢 看热闹 但是内行呢 看门道 真正能看出问题 现在我们把夏明教授呢 接到我们节目当中了 我就想请教一下夏明教授啊 拜登昨天呢 他说 他就职的时候 流行观点是 中国将不可避免的超越美国 但是现在没有人这样说了 夏教授 您觉得拜登这句话 他说的是不是实情呢 这个呢 本身呢 就是在过去了 就是有所谓的中国崛起 美国衰落了 就打造的就是一个神话 那么就是一个泡沫 因为这里边 我跟许多的就是 对中国进行研究的这个学友了 那么这些 分手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 在过去15年了 也就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 那么我给 其实2007年的时候 对我给纽约时报呢 写了一套的这个就是文章 就是关于中国崛起 但正好有一个系列篇 中国崛起 那么在里边呢 我就怀疑了中国崛起 它的这个就是可靠性 因为中国那个老百姓 勤劳勇敢 那么创造了那个更多的财富 这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中国的模式 不具有可持续性 而中国的模式 对中国人民呢 具有强烈的一种掠夺性质 那么如果以中国的这种 就是那个节遮而遇的方式 利用暂时的人口红利 而中国的计划生育 又把中国的人口 那个结构了 就摧残的 就是完全不具有可持续性 那么所以中国崛起了 一定是不可持续的 而且中国的这个整个 过去的这个经济的问题了 其实主要是因为 那个领导人的 这个就是盲目自大 领导人对经济科学的 根本不了解 和领导人呢 其实被他周边的人呢 所忽悠 那么周边的现在已经没有 真正的智囊 也没有学者 那么其实他想听什么 那么他的以小学那个水平 来看这个世界 那么以挖地的这个世界观 那以为可以赶超美国了 尤其赶超美国 跟西方那个资深的联盟了 这是注定失败的 而拜登呢 他有个明显的一个特征 就是我一再的那个强力 就是拜登是 那个勉里长征的一个领导人 表面上看着很温和 其实是非常强硬的 那么他在给中国打交道了 就40年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他对中国其实非常了解 而且拜登在跟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 对中国理解越来越深 所以你会发现 当那个美国的整个学界 那个舆论和美国政界 军界 那么军情界 对中国的那个看法 发生一定转变的时候 由特朗普上来 就是说那个试了一下 但是他确实是新手了 那么那个新手 那个上路了 那个乱搞了一期 没有达成那个应有的效果 但是拜登 那么谁老念的政治家了 所以今天呢 还有足够的底气 而且美国的经济跟中国经济的差距 就是我们看到 中国经济在最强大的时候 已经达到了美国经济70%以上 但是今天呢 在拜登的任期 中国的经济的国民生产总值呢 已经低于了就是70%了 应该60%多了 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 所以我认为拜登的估计了 那么是一个客观存在 而且对中国政府来说了 我觉得他们必须接受 这是中国了 以现政府 以现政策了 那么所带来的长期的衰败 好 那么刚才两位专家呢 发表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们看一下网友的意见 一位叫Trey Sporting 这位网友呢 他在昨天我们这期节目 发表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 发表了下列的评论 说如果还是这个政治体制 就永远不会超越美国 Bob Bowles 说拜登自信 已经把习近平打残了 叫We Jile Sock 说不是因为拜登 他啥也没干 只能感谢习近平 崔松 说中国经济一蹶不振 不是拜登的功劳 这要归功于习近平的 亲自指挥 亲自部署 PEEP 说实事求是的说 如果不是习主席亲自指挥部署的 多项清零经济政策 拜登做不到这一点 Rick Wu 很显然 中国的衰退 不是你美国政府造成的 那是人家维尼200斤 凭一己之力做到的 拜登 你不要贪别人的功劳 很有意思 这个Professor Chen 说陈教授说 说拜登总统 你要感谢习主席 是他帮了你的大忙 大家看到我们的网友朋友们 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几乎压倒多数呢 就是认为 不是美国的功劳 而是习近平 人家自己以一己之力 达到了美国的目的 我们接下来 我们继续来讨论这些问题呢 将会回答我们网友朋友们的关切 过去人们谈论的呢 是中国什么时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霸主 什么时候 不是能不能的问题 而是什么时候 有人说五年 有人说七年 有人说顶多十年 那么现在压倒多数的观察和分析都认为 说中国赶超美国的时间将被严重推迟 甚至永远不会实现 来请教夏教授啊 短短四年之间 美中两国经济 政治和军事 以及外交 都发生了哪些 这个引起 这个两国实力此消彼长的这个变化呢 是 这里边呢 也针对刚才网友的各种评论呢 那么其实呢 就是说 习近平他之所以能够做出许多的就是误判 而且呢 他能够把中国的经济呢 我就说了 把中国的经济呢 就是搞得崩溃了 那么现在中国的经济 基本上是已经处于一种那个崩溃的状态了 那么其实这里边很大的因素 是跟国际环境有关的 因为中国的经济长期来了 也是在那个 尤其是过去四十年了 那么是得利于全球化的 那么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这个变车了 得到了极大的红利 而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 也就是美国呢 在过去四十年呢 就是邀中国入火 那么中国呢 成为美国的一个战略伙伴 而那个共同针对 就是美国的主要的敌人 那么就是苏联 而那个苏联崩溃以后 俄罗斯呢 在战时了 在他的那个就是 没有缓过来的过程中呢 没有对美国形成威胁 所以那个就是美国的一个 主要外交政策 以为把中国拉进群 那么让中国呢 一边看一边学 逐渐逐渐呢 中国呢会拥抱 那个自由民主法治 那么那个全球主义的各种价值观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就中国的领导人里边呢 那么由于权力斗争 那么我们看到 中国具有一个比较 就是一个开放型的 比较能够拥抱普世价值 或者我们说不是价值派 那么在整个中国的权力斗争中呢 遭到了彻底的这个溃败 而中国的这种就是 我们看到延安的窑洞派 那么就是黄土高原派 那么结果呢 就是说占据了这个上风 那么所以呢 把中国呢 就拉回了这个黄土地了 拉回了这个就是 延安窑洞的这种思维观 那么这是一个就是 那个习近平当然做的 那个 他的一个错误决策 但这种错误决策 很大的程度上呢 也是被美国呢 一方面要拉中国入群 但是一方面的期盼中国呢 要有就是自由化 要有民主化的这么一个 就是那个推进 所以给习近平呢 增加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从胡锦涛 其实已经开始了 那么他们就感觉到 跟美国玩得越久 那么对我们呢 就是说那个政权的颜色了 所谓的和平演变 还有颜色革命了 那么这个风险就越大 那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从胡锦涛以后 那么到习近平就更明显 那么他们就把意识形态的 这个就是安全 把身体安全呢 放到最高的地位 那么这种就转型呢 以政治就是以保权 保党为那个主要的工作中心呢 那么其实是美国的 长期的外交政策 那个推演的一个必然的结果 那么如果中国呢 就是说拒绝接受这种 那个美国的 那个就是给了一条出路 那么这个中国呢 决定了就是跟俄罗斯拥抱 那么跟俄罗斯拥抱 跟普京抱团呢 那么以为我们可以背靠背 所以可以对抗美国 但是这点呢 那么拜登总统 做出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就是拜登总统强调 民主国家的联盟 那么通过民主国家的联盟 我们看到 那么拜登呢 复兴了一系列的政策 那么一个是民主国家联盟了 共同针对中国 那你可以看到 一个围绕中国的 一个遏制的一个海洋带了 尤其民主国家 那构建的呢 基本上已经那个 成型 那么另外呢 拜登呢 就是把大量的高科技的东西呢 就是把中国提出群 那么所以尤其看着像芯片 那么中国呢 就完全就是没办法 接触到那个芯片的高端的技术 那么我们从那个就是 新冠疫苗等等呢 也都可以看到 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上 那么美国也在做同样的东西 所以中国的企业界 现在是进入不到 美国的资本市场 那么美国的这个 那个就是人才市场 那么也进入不到 美国的这个就是 整个产业链条 那么尤其是高科技的 那么所以这对中国的 尤其是以向于高科技 带动中国的经济 要打造一个科技强国 同时要想以出口 来推动 拉动中国的经济了 这都是一个灭顶之灾 所以这里边呢 你可以看到了 拜登呢 在卓弈的 就是那个促成 古今的战略的一个失败 而这个战略失败呢 会带来习近平的战略失误 那么这是那个 拜登呢 就是那个苦心经营的 这么四年呢 一个就是 那都是成果 好 那么我们看到 美国和中国 民主与集权实力 对比的这个变化 你不能仅仅呢 是从经济学 和统计数据上的问题 而是表现和反映在呢 经济啊 政治啊 军事以及外交 方方面面力量的 这个此消彼长 我来请教王博士啊 拜登总统 他没有详细说明 他以及他的政府 采取了哪些措施 和手段 成功阻止了习近平的 东升西降的这个进程 刚才夏教授呢 简单说了一下 这个这个过程 那您再给我们说说 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 其实刚才呢 夏教授把主要的方面 已经勾勒出来了 我也是完全同意 刚才有网友说呢 中国和美国力量的 此消彼长的这种扭转 主要还是因为 习近平的功劳 这个当然 这个话语定道理 站在中国人的角度 应该深受其害 但另外我们得看到 习近平的全面失败 是国际环境 开始发生变化 而这个国际大环境变化 适合拜登总统领导的美国 而美国又在国际方面内 做的领导的表率作用 还有的一些战略布局 是有关系的 那简单说呢 我觉得拜登总统 实际上还是成绩了 这个川普前总统一些做法 川普前总统实际上 已经发现了 就是中国可能会利用 美国的这种各个方面的一些漏洞啊 能够去占美国的便宜 那么他还是仅仅从一个商业和经济角度计算 所以他打了一场贸易战 这场贸易战确实呢 打破了把这个中共这个指老虎的这个给打了 但是之前说好多国家 西方国家也明知这点 但是不敢碰他 所以你可以看到世界各国在谈论中国的时候 都是有点谈虎色变 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川普前总统做了这点之后呢 就使得呢 人们看到了中共其实可以一搏的 但是拜登总统上来之后 他开始把一个单纯的贸易战 变成一个全面的对中共的这种崛起进行围堵 特别是中共以崛起的经济和技术主力 实力试图改变国际社会规则 输出极权或者威权政治的这些做法 在全球开始进行了阻击 那我觉得主要做三方面的 第一呢 他在美国国内开始呢 去打击中共的间谍工作 这个虽然是在川普前总统也做了 但是川普前总统做的主要 他是想打贸易战的时候 他想极限施压 然后他就是有一个中国州嘛 就是把所有美国政府们 能够去对中国施压的都拿出来 他只想作为谈判筹码 并不是真的想做这件事 但是呢 这拜登总统呢 是在他的任期内 把这方面工作更系统化 我们可以看到呢 刚才夏教授也讲到了 中国现在再想通过偷窃等等方式 去拿美国的技术 来实现自己的这个发展的报复呢 这个现在基本上被阻碍住了 由于拜登总统这种全面的这种阻碍 那么第二个呢 拜登总统呢 为了阻止中国的这种在地缘政治上扩张 在他的周边打造了一道这个地缘政治的围堵线 这个围堵线呢 首先有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 那么建立起 然后接着就美英澳一个准军事同盟 包括像澳大利亚输出先进的武器 把它作为自己的战略后方 因为以中国现在的这个打击能力来说的话 实际上现在的美国的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都不足以是安全的 所以他现在要在澳大利亚跟夏威夷再形成一个战略纵深 那么同时又开始呢 争取了这个像戴维营的会谈 争取了像韩国和日本加入 这个差不多呢 在安全上 同时像越南出售F-15的这个飞机 然后换得金蓝湾的使用权等等 这些呢 你可以看到呢 这些都让习近平非常头疼 那么再一个呢 在经济上实际上他并没有放松唯独 所以导致呢习近平原来呢 说这个要双循环以内循环为主 现在他现在放弃这个说法 这就说明什么呢 习近平还得要靠外循环呢 外循环行 没有办法了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最后一点 我觉得他就是开始在 刚才那个也说了 就是在高科技啊等等方面 对中共进行封杀 使得中共现在难以 像他已经2025基本上放弃 又提出2035 2035看来现在也很难实现 所以啊 还是刚才那句话啊 这个外行呢 看热闹 内行呢 还是看门道 习近平对于这个中国 东升西降的这个过程 破灭 或者这个预措 功不可没 但是你不能忽视呢 美国和拜登政府 推动的这个外部环境的这个变化 我们现在一位叫Scott Chen 他这位网友呢 他总结了这个 这个中国不能赶超的几点理由 他说拜登所说的现象 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 主要原因有 一 2018年川普发起中美贸易战 让中国这个全球制造业供应链 开始松动 但川普是孤狼 盟友没有跟进 二 2020年 疫情全球大流行 中国实行严格清零政策 中国制造业供应链 面临极大困难 三 拜登上台与科技公司盟友 共同遏制中国制造业过剩 产能倾销 另外我们聊天室里 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 给大家选读一些 狮子先生 说美国给中国安装 支持腾飞的WTO翅膀 中国才发展 一旦美国取走翅膀 中国还能飞得起来吗 哇 这个是一个俄语的名字 我念不出来 中国共产党现在的主要收入 就是利用中国大陆低廉的人工费用支出 成本出售低价的大量商品 得到全世界赚取巨大差价 因此对源头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国家 生产的所有商品提高征税关税 是美国对付共产党 在全世界利用经济进行扩张 并且企图颠覆美国行为 最有效的遏制中国共产党的办法 Perry 拜登说这话 我觉得已经很委婉了 拜登极其看不起习近平 甚至可以嘲讽他 公开称他为独裁者 花花蓝 说中共国全国范围 都是充满急功近利的功利主义 不管是高科技技术芯片产业 还是普通制造业 都是想到的是挣快钱 不是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因此发展势头已经严重衰退 言下之意就是说 中共国现在不可能超越美国 今后若干年之后 也是如此 好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牛津经济研究院 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说 中国正在走一条 与韩国和台湾过去几十年 类似的那个减速增长道路上 到2024年 GDP增长率将会降至2%左右 与此同时 美国有可能在与人工智能相关的 科技突破和潜在的生产力提升中 获益更多 而与中国经济去风险 高科技脱钩的国策将会进一步损害 中国的经济潜能 夏教授 现在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 您就跟我们简单说一下 目前经济学界对于中国能否赶超美国 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中国的赶超将严重推迟到 至少是2040年之后 这是一种观点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永远恐怕无法实现这种赶超了 您的预测是什么呢 简单跟我们说一下就好了 是 如果中国改弦跟张的话 尤其是跟国际股市价值合流的话 那么我认为中国人的创造力还是非常大的 尤其中国现在资本 尤其民间资本在不断的逃离 那么现在中国的问题 不仅跟日本 跟韩国相比 它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在于 韩国跟日本 他们走向经济 包括台湾 走向经济平缓的时候 他们已经成为了发达国家 但中国今天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 所以我认为中国还面对着其他的国家 来抢他的市场 尤其是周边的像印度 菲律宾也在崛起 那么越南也在崛起 那么我认为对中国来说 可以这样说 如果中国还想重新 再有新的一轮赶超的话 我认为如果中国人不就是 齐心协力 那么不就是有一个非常聪明的 结实的领导人和一个领袖团体的话 我认为中国要赶超美国了 比方说赶超美国 要能够跟印度持续竞争 我觉得基本上都是没有希望 好的 那么王博士 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一个是严重推迟 就是中国对美国的赶超 一 严重推迟 二 永远无法实现 您怎么看 我觉得他们很难再实现了 因为这个当然没有一个绝对答案 因为很简单 当你接近国际先进水平中 这就创新是主要的 这个习近平他说到了 但是创新需要的自由环境 需要法治环境 需要政治不能干预科技 不能干预经济 在这一点上 习近平的独裁体制 恰恰是最大的摧毁力 所以在中国 我觉得只要习近平不倒 共产党专制体制不倒 中国不可能超过美国 好 我们感谢夏明教授 和王君涛博士的精彩点评 我们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 都是他们个人观点 不代表美国之音